大家好 我是乾杯 我是小蔡 各位要吃美食了 美食的時間到了 今天到台中 回到台中要再半點吃 那因為之前有些朋友都問說 台中美食都沒有繼續拍 有啦,口袋名單還很多 但是沒有回來就沒有拍 對 因為我跟小蔡要去吃一些美食 有興趣的朋友就跟我們走吧 走吧 我們的小蔡要約不完 這邊都是粉壓的 這看起來就很老實 甜點,你要當口味 看你要先吃哪一個 肚子餓了 甜的 我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 這味就是這樣有沒有 所以它應該是糖粉、花生粉還有黑汁嗎? 是糖粉、花生粉類類的 這樣30元 這樣30塊 這次我覺得這個蠻厚的 吃起來應該飽足感是蠻有的 有香 有香 要咬一口嗎? 當然要 各位來咬一口 很燙的 我有吃過20元的 但是它是比較薄、比較小片 20元比較薄的小片 是在夜市裡面吃到的 但是它這個比較厚、比較紮實 吃起來的口感我覺得更好 對啊 裡面比較軟Q 裡面就比較軟Q 對,也有厚度的感覺 對對對 各位,這是高麗菜的 哇,整個很厚齁 超級厚 超級厚 很厚實齁 好來,我讓我吃看看 好 它這個 線很薄 所以它這個餅皮被撐破了 整個要吃高麗菜 你滿口牙齁 都是高麗菜 它下午點心還不錯 35 對,35塊 對,買了兩個65塊 對 吃點心的確是不錯啦 對,不錯 看起來要不吃辣 嗯,還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 很像大吉林的紅茶 很像大吉林的紅茶 不過它還不錯 它也是可以調甜度跟冰塊 哦 乾杯喝起來覺得如何 嗯,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 它的紅茶也有茶香啊 嗯,有一點茶香 主要有碎冰我都覺得很棒 它這個不是那種古早味的紅茶冰 有加絕名子跟麥子的那一種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對,不太一樣 但是也算是好喝 好喝 各位 開始下雨了 老花 對啊 我們要先趕快繞跑了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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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來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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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加鴨蛋 對 是鴨蛋 然後中文湯 對 排骨酥 排骨 排骨湯 一點點苦瓜 它這個米糕看起來不錯 很高品 看起來比較大 因為它一個要35 這一個35 乳蛋15塊 所以這樣50 這樣15 然後這個湯60 這個湯60 但是還蠻有肉的 好蠻有肉的 覺得有點小貴貴 嗯,小貴貴 那就開動了 開動了 好喝 這是什麼 鳥蛋嗎 對啊,上面還有鳥蛋 剛剛把它看成荔枝 裡面有荔枝 上面有小鳥蛋 米糕看起來很入味 嗯 嗯 鳥蛋非常入味 嗯 非常入味 米糕很入味 這是小魚辣 小魚乾辣椒 嗯 一條一條 我還沒吃 還沒上去 人家很用力吃 對啊 對,到這時候已經用力吃 因為我們兩個 爆餓了 鹹甜辣 但比較鹹 鹹喔 嗯 那我喜歡看這種辣椒醬 是真的辣椒下去炒的 嗯,對 然後 很辣 但是 嗯 但是它就是真的有辣椒 然後裡面有很多小魚乾 你可以看一下 沒有小魚乾 好 我是覺得很辣 不過乾杯比較會吃辣 說不定它就會太好 嗯 嗯 你喜歡 這辣椒蠻香的 而且有辣 嗯 好吃 挺下飯的感覺 挺下飯的 這辣椒不錯 老婆還要 哈哈 嗨,各位 回到車上了 這個是它的泡菜 泡菜嗎 好精緻啊 對啊 好精緻啊 各位 泡菜這樣 這個是65塊的吧 對 65塊的 哇 那這樣泡菜好少喔 我給大家看一下 65塊 有六大塊 六片 然後它的這個泡菜的部分 就這樣 嗯 一盒 對 它這盒子有剪這樣 哦 讓它散熱嗎 對 讓它散熱 現在應該有脆皮的感覺 好 看起來 還蠻有味道的 嗯 應該很好吃 嗯 所以它這個醬都已經擠在裡面了 每一個都有了 對 有一點醬在裡面 那怎樣 再幫你塞一點 好 黃瓜泡菜之類的 黃瓜泡菜 這個是你吃臭豆腐的方法 對 這是我吃臭豆腐的方法 我都要把它擠到裡面去 它挖一個洞 應該也是要讓我們擠進去了 我是沒有這個習慣 哦 好像會流汁 我覺得你應該要墊著吃 我要放過來 它這一盒那個是小黃瓜泡菜 然後是高麗菜是有醃漬過的台式泡菜 小黃瓜的話是沒有醃漬的 是先切的 如果泡菜可以醃 醃久一點 我覺得會更好 只是它生意可能生意好 所以泡菜可能都差不多這樣點到為止 我是覺得量有點少 有聽到聲音嗎 脆皮然後裡面保有那個豆腐的濕潤 不過這樣也不能算大塊對不對 對這樣我覺得沒有算大塊 皮好酥脆喔 不是那種很硬的 有一種是會炸很硬的 對 有種酵素臭豆腐 對 它的豆腐外皮 你可以吃 豆腐外皮那一層是 比較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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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是 酥 這個臭豆腐的口感 不錯 它也不錯 不過我真的會建議泡菜 給多一點 對啊 因為現在高麗菜便宜啊 對 高麗菜其實現在不貴 因為我覺得吃臭豆腐泡菜就是 它也不能算配角了 現在臭豆腐的泡菜都是 像豬腳 就是對啊 一樣很重要 所以如果給多一點的話 會更好 我會覺得更棒 對 這個臭豆腐店家的附近 臭豆腐店 這個臭豆腐店家 在大馬路上 所以 停車比較不方便 然後拐進來的話 注意一下就是 它會有一個公有停車場的位置 就是我們現在的位置 可以停車還蠻方便的 走出去大概100公尺就看到了 對 不然如果是在路邊臨停的話 進去吃 可能比較不好 不好 對 它店面也小小的 其實外帶也不錯啦 就是帶著走 嗯 那我們現在就是外帶 嗯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這次分享的這個 台中美食 嗯 吃著 如果說想吃美食的 你可以試試看 嗯 或許裡面有幾間 就非常合你的味道 嗯 然後口味也好 口味也好 你就多一間美食可以吃 對 好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那記得訂閱 然後按小鈴鐺 小鈴鐺記得要按全部通知 是的 那你才可以收到全部的影片 嗯 對 好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下次影片見 拜拜 拜拜 再見 拜拜 我覺得台中的食物有比較貴一點嗎 台中的價格有比較高一點點 有齁 比南部比起來 那台北的價格又更高 嗯 所以那個都會有價差 所以有些朋友很喜歡到南部來吃美食 因為覺得價差 感覺還蠻明顯的 對 覺得便宜又好吃 6塊的話 台南可能賣55 對 可能會有價差 那不過台北的話是多少 有6塊的話 對啊 台北要70了嗎 可能會賣到70 有可能 台北朋友也可以跟我們留言一下 台北的臭豆腐這樣大盒的6塊 大概賣多少錢 多少錢 不過我吃過6大 真的是6大塊 6大塊 真的是比較大塊 幫醒 很像豆干的那一種 對 吃起來真的超飽的 超過癮的 55塊 台中還有其他好吃的食物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好啊 好 完食了